哦 这大铁 哦 我大概知道了 这应该是上个月从美国的一个哥们那买的一个将军罐 这是回国之后他给我寄回来了 现在就拆开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就拆出来了 原装原旧 老美互出 我把它放到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这就拆出来 这么大一箱子就装了一个这个将军罐 这是从这个国外买回来的 从美国买回来的一个这个清代中期 我看是中期的 一个这个缠着连带这个喜字的一个粉彩的将军罐 这种将军罐比那种 就那个啊 要少一些 然后看起来更花里糊涩一些 看起来更喜庆鲜艳一些 冠身是全品的 冠身没有任何的毛病 他都是原装原旧老户出的状态 美国老户出 你看 这老油泥都没洗 这洗干净会很漂亮 看这彩头多好 洗字 非常非常的漂亮 大蝙蝠的翻红 非常的浓艳 没有任何的这个别的什么毛病啊 就是这个 我说是罐子 你看 口原的这个状态 都是原装原旧的状态 包括他的这个底座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 它是这种底座 然后它的这个油泥啊 都是它最自然的状态 没有清洗它 倒是回头 把它洗干净 这种东西还是很漂亮 这种修足 个人看是中期的这种修足 我觉得应该是倒光左右的这种 哇 倒光左右的这种将军罐 彩头非常的好 它这个盖子也是原配的盖子 可是这个盖子却修过 咱有啥说啥 将军罐我也买了不少了 你看我那将军罐 也买了不少了 也卖了不少了 那个盖子都是配的 一般将军罐很少碰到原配的盖子 你能碰个盖子就不错了 一般罐子的盖子都配啊 十罐九没个儿 只要玩咱这个瓷器玩了 有一段时间的 你甭管是外销还是船市 它这个盖子确实都是不好配 只要一般碰上罐子 它很少有 国外有时候 你还真能找着带盖 你看国内你去找的老船市带盖 那挺难的 挺难的 但是它这个 带个盖子 可是这个盖子却修过 你看 能看出来 这种老笨修 你看喷的 脏兮兮的 包括它这个盖钮 你看这儿 这竟然肉眼都能看出它修过 但是这也是老船市人 这个脏臼的状态 包括它这都已经发黄了 也是不容易的 有盖没盖 这是差点事的 它毕竟就好看一截子 你看 整个罐就很挺拔很高调 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种传统题材的东西的 怎么讲 现在这种老船市传统东西在国外 也慢慢的不那么好说了 但国内都已经非常少了 所以我碰到这种东西就是必买 肯定会必买的 然后而且它这个品项各方面比较好 彩头也很硬 包括它的化工 各方面我都觉得是非常的满 就给人那种很喜庆的感觉 还是很不错的 前面有一阵藏就说 说是它对这种传统跟外销它分不清楚 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 它都是中国做的 它就是外销也是咱们做给老外的东西 它是景德镇的右景德镇的胎 只不过是它的这个风格上面有稍微的那么些差异 这个东西啊 咱用嘴一句两句说不清 大家去玩去看的时候 你多注意你就知道 你比如说一些欧洲的外销 一些东南亚的外销 一些日本的外销 它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差异的 包括咱们这种老船市的这种东西 它是有些差异的 再一个就是这种脏就的状态 外销也有这种船是脏就的 不是说有脏就 它就是船市没脏脚就是外销不存在啊 外销也有这种很脏就的状态 船市的也有很干净 就看你洗不洗了 这是一个经验上的事啊 咱们藏友玩到一定程度 玩到一定阶段 自己心里都是有数的 OK 这次就到这么一件这个 清代这个中期的这个 焚彩喜字的这种将军罐 我是爱收藏天员 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点赞加关注 有什么需要交流的 咱都可以评论去交流 有什么需要帮助人家给私信吗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